众所周知 在欧洲逐渐一体化 走向欧盟的发展道路之后 英法德三大强国 成了欧洲三巨头 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 比国际关系比不过英国 比经济实力又不如德国 面对这样的情况 法国意识到 自己必须要自寻出路 独立自主 尤其是在军事领域 法国的航空母舰发展道路 可谓是独树一帜 它一直按照自己的军事思想 对航母的认识 对远洋海军的认识 来建造属于自己的航空母舰 那么今天 我们来了解一下 法国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艘 非美国海军立下的 核动力航空母舰 戴高乐号航空母舰 戴高乐号航空母舰 是法国史上拥有的 第十艘航空母舰 其命名源自于 法国著名的军事将领 与政治家夏尔戴高乐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法国海军便着手 规划一种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 以此来接替 从1963年服役的两艘 克莱蒙梭级航空母舰 计划名为PAN 而同时期的英国 正在规划建造 无敌级航空母舰 受此影响 法国海军在1975年 提出一个名为 PA75的2万吨级 轻型核动力航空母舰方案 但此方案一提出 便遭到了主张发展 大甲版传统起降航空母舰的 法国海军高层人士猛烈批评 经过多次协商和修改后 法国新一代航空母舰 最终还是采用传统起降设计 于是在1980年 法国海军正式确立 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政策 而这种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 满载排水量近4万吨 几乎是法国海军 所能负担的最大极限 最开始这艘航母打算 以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主教 黎塞刘命名 但经过数次变更后成为戴高乐号 戴高乐号的建造计划 也由法国政府的改选而一再延后 直到1986年2月 才由法国国防部长 签署了本件的建造命名 在法国武器装备技术部门 以及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协助下 法国传播建造局 终于完成了戴高乐号的设计工作 并在1987年11月24日 切割戴高乐号的第一块钢板 1989年4月安放龙骨 在船屋内开始组装 1994年5月下水 1999年正式成军 而作为法国海军目前 唯一一艘现役航空母舰 戴高乐号的技术性能方面又如何呢 戴高乐号采用全通式斜角飞行甲板 位于舰体右衔的舰岛 唯一外旋式建筑 这些特征都是典型的 现代传统起降航空母舰设计 戴高乐号完工之初 飞行甲板全长264米 宽64.36米 面积共12000平方米 远大于克莱蒙梭级航空母舰飞行甲板的面积 不过 因为受限于法国船厂 船屋设施的尺寸 实际上戴高乐号的水线长度与宽度 都与克莱蒙梭级航空母舰相仿 飞行甲板大多也是主要靠着增加飞行甲板的外扩 来增加可用面积 戴高乐号机库长138.5米 宽29.4米 高6.1米 面积4600平方米 可同时容纳20到25架固定翼飞机停放 维修 机库四周都有维修工厂与飞机零件库 舰身左舰的跑道长195米 与舰身轴心有8.5度的夹角 其上装有两具美制C13蒸汽弹射器 以轮流运作的方式 让舰载机弹射升空 右舰舰岛后方处设有两具升降机 飞行甲板尾端 则有三组降落拦阻锁 以及一组在紧急时使用的拦截网 以及全自动航空母舰降落系统 光学辅助降落系统 和DALAS激光辅助降落系统 戴高乐号的舰体设计 十分强调防护能力 全舰从飞行甲板至舰底 形成一个完整的箱形堡垒式构造 舰岛使用凯夫勒装甲 以及炸制缸来强化抗击能力 为了避免受损时产生连锁引爆 轮机舱与弹药库周围的舱壁都用装甲强化 并采用前后分散布置 与之相邻的舱房 也以装甲舱壁隔开 全舰由19道纵向舱壁 划分出来了20个水密舱区 水线以下的舰体 采用双层或多层船壳设计 以此来强化舰底强度 舰内总共划分为2200个舱室 由舰底到舰桥顶部 共用15层甲板 戴高乐号拥有完全符合 北约标准的核生化防护能力 舰上绝大部分舱室都采用气密式结构 使用加压系统 可使舱压高于外界压力 避免核爆尘或生化武器入侵 而且舰载防御系统也较为强悍 拥有8座GIAT-20F2型20毫米机炮 两座6连装 西北风防空导弹发射架 4座8单元舰载垂直发射装置 用来发射紫苑系列防空导弹 对于来袭的反舰导弹 具有较强的拦截能力 同时戴高乐号也很强调航行时的稳定性 舰体两侧设有两对稳定旗 舰上进的STAR-P稳定系统 拥有两部计算机 不仅能够自行调整稳定旗与多面的角度 来抵消风浪 以及舰体回旋时的倾斜 在飞行甲板下方 装有一套主动配重系统 重达22吨配重物 在双轨道上移动 经由STAR-P的计算机控制 在风浪侵袭或战术运动 造成舰体倾斜时 自动移动配重物位置来抵消倾斜 使得舰体的横向纵向倾斜摇动控制 在一定的范围内 戴高乐号的纵向摇晃 可被控制在0.5度以内 在6级海况下 仍能让25吨级固定翼舰载机起降 以20节航速 30度跺脚转弯时 舰体仅倾斜一度 此等表现 与美国10万吨级的 你你自己航空母舰相比也毫不逊色 那戴高乐号航母 就没有什么缺点存在吗 有 当然有 戴高乐号航母最大的缺点 就是在它的动力系统方面 为了节省经费 戴高乐沿用了两具 与法国新一代凯旋级弹道导弹 核潜艇相同的K-15核反应堆 因此也造成了戴高乐航母 性能上的重大缺憾 动力不足 总输出仅仅只有76200轴马力 航速太慢 在海事中 戴高乐号跑出的最大航速近25节 创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新造传统起降航空母舰的最低速度 但幸好舰上的美制C-13弹射器 性能足够强 可以让22吨的飞机弹射升空 多少能弥补点航速不足的缺憾 而在航电系统方面 戴高乐号拥有先进的作战系统 以及电子战系统 并配备强大的舰载防空武器 作战系统方面 本机舰使用的是法国汤姆森 CSF新型SYNT-8 以8具计算机作为核心 并拥有25具各种机能的显控台 处理能力大且整合度高 能同时追踪2000个目标 并全自动连接所有侦测装备 与武装进行接战 综上所述 法国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 用心打造出了这艘 属于自己的航空母舰 而戴高乐号也不负众望 自2001年起 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从2001年至2007年 戴高乐号航母多次出航印度洋 参与阿富汗作战行动 在2008年结束大休之后 再一次远征印度洋 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索马里海盗 2011年3月又出征利比亚 直至8月份才结束了利比亚的部署任务 拥有不凡的装备和性能 又多次出航实施作战任务 由此可见 戴高乐号航母的实力不容小觑 由此我们更能看出 法国对于自己一贯的 武力自主政策的坚持 尤其是在昂贵的戴高乐号航母身上 就能得到印证 它不仅是全世界唯一 非美国建造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舰上的装备举凡动力 武器 电子等绝大部分 也都是法国自制 因此戴高乐航母 堪称法国雄厚国防工业 缴出的一张漂亮成绩单 也是足以作为 法国海军象征的门面 不过随着冷战结束 欧洲国家军费与军队规模 普遍大幅删减 连带使得法国 想维持国防工业能量 都困难重重 而建造与维持成本 都极为高昂的戴高乐号 也成为法国财政的一大负担 从戴高乐号 缓慢艰辛的建造测试过程 就可以发现 除了工程上的难题之外 法国海军堪称是 勒紧裤腰带 咬牙苦撑 这才让这艘昂贵的军舰 缓慢地逐步形成战力 因此 法国海军执意建造昂贵的 核动力航空母舰 是否有部分原因是虚荣 恐怕将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 此外 表面上光鲜亮丽的戴高乐号 在测试中状况百出 显然法国想摆脱长久以来 华尔布什的刻板印象 还需要多加努力 而就在今年 根据法新社最新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式宣布了 法国新一代航母建造计划 和戴高乐号航母一样 都将采用核动力 只不过弹射器 从蒸汽弹射换成电磁弹射 预计该型航母将于2025年开始建造 或许是去年英国第二艘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开始服役 形成了双航母战斗群 法国意识到 自己在欧洲地区的航母优势逐渐转弱 所以即使深陷欧债危机 也要尽力建造出一艘新的航空母舰 而这架新的航空母舰如何 我们将拭目以待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